这两天好多人给我留言 这个给我发私信的也有 谢谢大家关心 其实没什么大事 那个前两天受凉 受凉了开始这个 本导体发言 所以别的问题没有 只是不能说话 那么事还得办 跑营业制造这个 买设备 然后这个个人网站 昨天就已经开通了 应该是 但是不会用 明天这个网络公司专门有人会来教我 教完我以后我可能会出一个视频介绍一下怎么注册 怎么使用 这个 我估计 人家教我的我能听懂一半就不错 然后把它转速出来呢 可能 这个 很有限 那我相信 我的跟众绝大多数情况下 对于 电脑知识的掌握 比我肯定要强 这个我们倒不是很担忧 完了以后 可以说是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拖的 这事一直没办 拖到今天是吧 我也感觉到很遗憾 那么尽可能呢 就把这事呢 招紧时间给它办了 尤其是之前 注册过苹果APP 去年还有一些 个人网站这个注册的没到一年 我希望在 个人网站开通以后 就没够停 正式开通以后 这部分朋友呢 能够主动联系我 这个 其他的等 过两天嘛 想的好一点以后 我相信这都不是大事 慢慢的总可以把它整理好 但这就能够